香港历史学家徐泽荣写文章 触动中共政府神经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就因为撰文揭露中共的一个历史谎言 被判入狱13年 不过他在狱中也没闲着 写成了另外一本倡导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书 书名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说正非20亿》 但这次中共竟然默许他 把这22卷的书带出了监狱 徐泽荣在香港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 当局把书发还 让他带出监狱重见天日 这表明中央也认为他的学说言之成立 他相信中共高层愿意放弃马克思主义 因此他已经决定根据这个学说 建议人大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剔除马克思主义和放弃毛泽东思想 2001年1月 中共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及非法经营罪 判徐泽荣入狱13年 因为他在2000年6月的香港亚洲周刊发表题为 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的文章 揭露中共曾在1967年协助马来西亚共党 在湖南一仰秘密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因此证明中共声称所谓没有介入其他共产党的说法不正确 徐泽荣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国安人员拘捕 入狱四年后 监狱让他啃书写东西 他便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说 这一写又是四五年 徐泽荣说 他发现被一般学者认为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两项基本功力 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一是劳动实数决定交换价值 其次是效用叙述决定交换价值 徐泽荣说 既然马学原论不成立 剩余价值说不成立 无产阶级也不成立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中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不同的角度确实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它是一个不可行的东西 那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是反人性的 徐泽荣为了日后可以把这套狱中学说带出牢笼 要求一方将他的学说上书中央 他宁愿自动损失一次减刑半年的机会 以换取一方在09年6月为他上书 不过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中央2010年2月发还书籍 默许他可以将这套22卷的书带出 当年论证中共在历史上的谎言换来了十几年的铁窗生涯 如今论证中共根本信仰 马克思主义基本功里不成立 竟然平安无事 评论员蓝述表示 中共当局在一定程度首肯他可以把这本书出版 深层原因是 中共对马列主义的放弃 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郑小平当年就已经讲了 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所以当时实际上呢 郑小平这个把中国的大门打 向西方打开之后呢 他就已经意识到马列主义连续不同了 必须放弃 中共今天呢实际上呢 比郑小平走得要远的多的多 中共今天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就是维护这四个坚持里面中的最后一个坚持 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他并不建议啊抛弃马列主 徐泽荣虽然坐满了牢 但仍坚持案子是错判 他表示会向检察院要求翻案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上夜 吴慧珍采访报道